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大坑 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 在重庆有一个叫天池坝的苗族村寨 地处山区位置较为偏远 交通也很闭塞 但是在当地生活的苗族人却始终不愿搬出大山 据说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就是为了守护一个神秘的圣地 神坑 村民们传言 神坑处于深山之中 能装下上万人 为了探访神坑的奥秘 地理中国栏目设置组 从重庆市区处发 赶往位于武龙县后平乡的天池坝 连途道路不但崎岖颠簸 而且迷命难行 这更让记者疑惑 这个神坑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又是什么力量 让这些人坚定地守护在如此天远的大山之中呢 大爷您好 您好 您打听一下 咱们这儿是天池坝吗 是天池坝 是天池坝 听说咱们这儿有一个神坑是不是 我们这个神坑 只要这个神坑就要祈福 就是神仙已经告诉我们了 就是我已经天洋下大雨了 这位村民看到我们打听神坑的事情 自豪地告诉我们 神坑能够接收到先人的信息 通过雾气为当地苗寨预示天气 您看到过雾吗 看过 一般雾是什么 就很大一番吗 大一番雾是不来的 就是它从中午整个 那个地方就要做铺满 它就要把这个雾铺满 在我们接下来了解的过程中 苗寨中越来越多的人 讲述了神坑的奇特之处 原来 除了能够向人们预示天气以外 神坑里还有一种特别奇怪的神兽 据说这种神兽会飞 但却从来没有飞出过坑外 因此 只有进入到神坑内部的人 才能够得以一见 当地人给神兽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 叫做催生 就是说催生在半夜出来 在天空旋转 一角身的话 当地就是人 是吗 就是那么神奇 它长成什么样 您见过吗 它是猫的老虎 翅膀像蝙蝠一样 它是跟他神子一样是极竭的 它怎么叫呢 它的叫声都是 哎呀 哎呀 都是这种声音 几百年来 苗寨中的百姓 对催生半夜三更叫 不出三天就死人的说法 深信不疑 据说 好多次村里有人去世之前 大家都确实听到了催生的叫声 这样一来 神坑的威力 让当地人更是敬畏三分 千百年来 神坑成了苗寨的守护神和预言家 大家相信 只有神坑的庇佑 生活才会安稳祥和 村民们的说法 让摄制祖不禁联想到 在湖南省张家界 一个叫神唐湾的山谷 也曾出现过类似现象 据当地人说 每当天气变化的时候 湖底就会传来 连绵不绝的怪声 一开始专家推断 这种声响很可能是来自于 某种动物 鸣叫时产生的回声 在随后考察的路途中 科考队发现了一种体型较大的石蛙 专家说 石蛙具有内声囊 发生响亮 而且它们还有群居的行性 往往几十只 凤气一处 鸣叫的声音也特别洪亮 因而 谷底传出的怪声 很有可能就是石蛙群体鸣叫 产生的回声 可是 当考察队到达谷底后 却再也没有发现石蛙的踪迹 那么 既然谷底发出的怪声 并不是来自于石蛙 会不会和神唐湾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呢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 专家找到了答案 原来 神唐湾三面都是由石鹰沙岩构成的悬崖 只有一面有一道缺口 空气由此向峡谷内流动 而峡谷内呈现上小下大 葫芦形的构灶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共鸣枪 每当有巨大气流 从山谷缺口穿过时 气流就会在峡谷内碰撞回旋 并与崖壁摩擦形成回声 而当暴风雨季节 峡谷里的瀑布水流量增大 过步声在峡谷内形成巨大的回声 于是站在深唐湾谷顶的人们 就会听到那令人震颤的声响了 那么天之霸神坑中的怪声 会不会也是由于地理环境造成的呢 大山深处经现神奇巨坑 苗寨传言巨坑拥有神秘 与之天气沾不生死 专家考察发现众多反常现象 巨坑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怪异现象的背后 又隐藏着哪些秘密 敬请收看地理中国播出的系列节目 天坑奇观 村民们对神坑的种种说法 让我们将信将疑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神坑规模不小 而且位置偏远 人际罕至 村寨里传说的这些怪异现象 是否真的存在 如果是真的 又与当地的地理现象 是否有关联呢 为了解开神坑的奥秘 摄制组找到了 正在这附近考察的专家 陈维海 陈维海 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 严荣地质研究所 严荣景观与洞穴研究室 主任研究员 陈教授多年来 一直关注厚平地区 他告诉我们 厚平乡应该属于 典型的喀斯特地区 一般喀斯特山区的山形 多为尖形 裸露岩石较多 只有低矮的灌木 而厚平地区 却存在着众多 违反自然现象的景观 那么 这里到底有什么 特殊之处呢 我们看这个远处 你看这个山峰 比较平缓 不像别的山峰 那么尖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 很多的覆盖 比较厚的土层 岩石 陆路的很少 第三个特点 应该就是 植被特别多 特别丰富 覆盖力比较高的 这些现象都与喀斯特地区的地貌特征背道而驰 更让陈教授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他还在一段航拍影像上 发现后平乡范围内的山里有一个明显的大坑 从航拍影像上可以看出 这个坑面积体积都很大 坑口的地表植被也反常的茂密 似乎坑下面还隐藏着一片森林 这会不会是村民所说的神坑呢 陈教授意识到 这个坑存在着很重要的地理信息 他决定从这个大坑入手 解开后瓶箱出现特殊地理地貌的真正原因 考察队经过走访得知 航拍影像上看到的大坑所处的位置 就是之前百姓传言的神坑 要想近距离地观察大坑 首先要找到坑口的位置 实地考察一下此坑的规模和形态 当地一位热心人告诉我们 要想从天池坝到达神坑的坑口 只有一条路能走 而且必须步行才能到达 千百年来 苗寨里的人们观察天坑是否有雾等情况 都是走的这条山路 果然 两个多小时后 这位热心人带着科考队 顺着山中一条崎岖的小路 把大家带到了一处小看台 带路人告诉我们 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坑口边 此处是村民用竹子 沿坑口峭壁延伸出的看台 脚下是悬空的 观测坑口雾气非常方便 本以为此处可以清晰看到坑内情况 可遗憾的是 由于植物繁茂 挡住了大家的视线 只能看到神坑对面的石壁 但坑口及坑底的情况 却无法看到 而且大殿看台的竹子栅栏 也很危险 无法再往前延伸了 就在这时 陈教授却有了一个新发现 在看台对面 有一处岩石裸露形成的自然的通道 如果能到达那个位置 四周没有任何遮挡 应该是一处理想的观测点 更有可能下到坑底 带路人告诉我们 虽然从看台到对面 直线距离不过二百多米 但要想到达 至少要翻过一座山 而且完全是在原始的密林中前进 因为从没有人涉足过那片山林 所以不但没有路 而且山中毒蛇很多 非常危险 尽管如此 科考队还是指定马上出发 此行能够顺利地走到观测点 并看到神坑的真实面目吗 从看台的位置突发 科考队翻过了一座大山 可越向前行走 树木越发茂密起来 虽然已经到了秋季 但植物仍然郁郁葱葱 原始森林的感觉了 陈教授告诉我们 这些现象都不同于 喀斯特地貌特征 因为这些原始森林形成 必须有很厚的土层 而且水量丰富 但喀斯特地区石灰岩的特点 恰恰既需水分又少土长 种种反常现象 让陈教授不禁产生的怀疑 整个厚平地区 会不会不是塔斯特区域呢 难道这里存在着 另外一种地貌景观 带着这个疑问 科考队在原始密林中 一路前行 大约两个多小时后 陈教授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陈教授在树枝之间 隐约看到了大坑的岩壁 并在坑壁上明显看到一个方形洞穴 根据他的经验 这个洞穴跟水有关 那么整个大坑的形成 会不会也与流水有关呢 这个发现让大家提起了兴致 尽管树林中潮气很大 但队员们还是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科考队在树林中 继续前进了三个多小时之后 终于走出了森林 陈教授说 这就是之前从看台上看到的 那个天然的通道 如今近距离看才知道 这里是流水形成的一条河道 记者发现 这条河道的地面上 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圆窝 形态完整 陈教授说 这是经过水流充实形成的 这说明曾经这里水流很急 并且水量很大 而喀斯特地区的地表水 都会顺着石灰岩流入地下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水流 长久的冲刷呢 这个证据又一次加深了 陈教授的怀疑 他推测 如此大的水量 在这个河道的下游 一定会形成更大面积的石瀑布 接下来 河口队一路向下游行进 没走多远 一个接近直立的斗锅 横在了大家面前 这个地方下去 这得有几米啊 四五米 这相当于直立了 我觉得 七八十度吧 陈教授说 这次考察正值枯水期 如果在水流丰沛时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落差五六米的瀑布 景色会非常美丽 经过一番周折 客考队终于下到陡坡的底部 就在这时 客考队又有了一个发泄 陈教授告诉我们 在之前的考察中 之所以对这的地形无法给出判断 是因为一直找不到良好的剖面 而通过这个剖面 陈教授发现 这个地区确实是喀斯特区域 只不过由于岩石区上覆盖的土层较厚 从直观上比较难判定而已 那么既然是喀斯特地区 为什么没有显现出典型的尖形山峰 而是和缓的大山呢 这些和大坑又有着什么关联呢 陈教授急切地向神坑方向进发 在一个山谷中间 脚下出现了一些泥质的岩石 这种看似普通的石头 在专家眼中成了了解喀斯特的重要依据 陈教授说 之所以在山外没有呈现出尖形的地貌 正是因为这种不可容许的岩石厚厚地盖在山底表层 才会使山峰和缓 植被茂盛 从而掩盖了喀斯特地区的真面目 看着陈教授信心满满的神情 我们不禁疑惑 当地村民信奉了千百年的神坑 会与这些岩石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深坑里种种神秘现象就要被解开了吗 正在我们感到疑惑之时 眼前豁然开朗 大坑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陈教授告诉我们 现在这位置就是之前看台上看到的坑口位置 陈教授提醒大家 这个坑绝必陡直 奇险无比 要想看到坑底的情况 只能站在坑口边也 但尽管如此 还是无法看到坑底全貌 陈教授目测此坑深度近三百米 为了观察大坑全景 地理中国设置组冒险向下一个台阶拍摄 但是坑口的岩石随时有松动的可能 因此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即便如此 也随时有滑落的危险 横下究竟什么样呢 为什么坑口的雾会预告天气 这底下是否真的有当地村民所说的神兽呢 此次拍摄清楚地看到坑壁及坑底都有洞穴 并生长得大量植被 在上面看得完全居然不同的一个风貌了 你看我们在上面看得 感受不到这个卡斯特 感受不到眼影 在这里你就感觉 原来这个上面还有这么大的 奇异的世界 经过一番观测 陈教授告诉我们 村民们所说的神坑 在地质领域还有一个名字 叫天坑 很显然是一个典型的天坑 四周都是绝壁 三层溶洞 陈教授告诉我们 2001年 天坑才作为一个专门的卡斯特术语 被专家提出 是指在沿隆地区 平均宽度与深度均大于100米的卡斯特附地形 而经过大致测量 后瓶箱这个坑的直径已超过200米 可以称得上是大型天坑 那么这种被百姓传的神秘奇特的天坑 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陈教授告诉我们 卡斯特地区的地表水流入到盐体内部 由于水的溶解作用 先形成洞体 而后随着洞体的加宽加高 洞顶开始崩塌 形成了洞厅 当溶洞顶板直部出现塌陷 就形成了一个直通地面的洞口 而洞口直径超过100米以上 就形成了天坑 由于是塌陷形成的 所以叫做塌陷形天坑 陈教授仔细观察以后 却对眼前这个天坑的身世 产生了新的疑惑 水冲的痕迹很明显 别的天坑没有水冲的痕迹吗 很少 特别那种我们在看到的那种 塌陷形的天坑基本上没有 特别明显的这个坑壁 有很明显的地表水往下冲的痕迹 一二三有三条 很明显的痕迹 你是说那儿吗 对那边三条 这边可能因为我们所站的位置 是一个地表的坑 这里应该还会有 陈教授说 塌陷形成的天坑 不可能出现这么多条水流的痕迹 这个反常的发现 让陈教授产生了下到坑底的想法 但科考队所处的位置过于危险 如果采用单绳下降的方式 很可能因为岩石的松洞而出现危险 只能放弃下去的打算 该用相对安全的考察方法 最终科考队还是决定 用微型摄像机来试一试 注意安全啊 好嘞 由于天坑直径和深度太大 摄像机仍无法深入坑底 不过传回的画面 还是验证了陈教授的判断 大家清楚地看到 坑下水流充实的痕迹很明显 而且坑底也没有发现大的崩塌物 陈教授说 一般塌陷形成的天坑底部 都会有大量崩塌的岩石堆积 岩壁上也没有发现过如此明显的水流痕迹 而后坪墙的天坑 却与之前所有发现的天坑完全相反 难道后坪墙的天坑 并不是简单地崩塌形成的 这里究竟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经过一番周折 考察队发现的种种证据 不禁让陈教授产生了一个推测 这个天坑或许是一个全新的天坑类型 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 那将在国际上填补了 喀斯特地貌的一个空白 因为之前全世界发现的所有天坑 都是塌陷形成的 如果这个坑不是塌陷形成的 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位神坑又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然而现在考察受到阻碍 神坑的绅士之谜到底能否切开呢 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地理中国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盛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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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